三十五节 请听我来读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去 这村子名叫以马五师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地纠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 他们就站着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里 格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冷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 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名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是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位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 往坟墓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 说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谢了 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 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 耶稣不见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聚集在一处 说 祖古人复活 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所和掰饼的时候 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诉说了一遍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 请坐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交给五牧师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在以马五师的路上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 是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十三到三十四节 在路加福音里面 它有三段的 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记载 神学家一般都把它统称为 Resurrection Narrative 第一段是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的 妇女们在空坟墓 遇见了天使的记述 第二段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 在以马五师的路上 所发生的事情 第三段是下个礼拜 路加福音最后的一段经文 复活的主向他门徒 显现的经过 路加福音的讲道系列 经过了两三年的长跑 是吧 很久了 当然我们在中间有穿插了 其他书卷的讲道系列 终于来到了尾声 那我也可以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一个讲道的系列 如果没有临时的变更 我们会讲出埃及记 就是下下个礼拜 我们会开始讲出埃及记 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如果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 当我们来学习今天这段以马五师的路上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 把经文解开 就像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们的心火热一样 我们也求你 让我们看到经文的福音 里面的内涵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是火热的 我们相信 唯有你的圣道 以及圣灵的工作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今天全人的来借着讲道 借着听道来敬拜你 将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知道路加他除了写路加福音以外 他还写了下集 下集是使徒行传 而在使徒行传当中 他告诉我们 在耶稣复活之后 升天之前 他在地上停留了多少天 四十天 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说 他复活之后 用很多的证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有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解神国的事情 所以复活的主 他向很多人显现 他显现了很多次 那是路加知道的 然而在那么多的显现当中 路加竟然只选择保留其中的三个事件 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地来推测 路加他认为 这三个事件 比起其他很多的事件 更有代表性 更能够教导我们关于复活的意义 特别是今天这段经文 很长 十几天的经文 画了很多的篇幅 去描述其中的细节 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经文 经常 以前 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经常想象 有一天我来讲 以马无私的路上 我会怎么讲 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 画了很多篇幅去描述 路加之所以记住他们 不仅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历史 更是因为他们具有特别的意义 他不仅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 他也告诉我们 复活 and then so what 复活关我们什么事 这个事实我知道了 我相信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个 最主要的问题 经文的开头 给我们一种很平凡的感觉 是吧 门徒当中有两个 我们不太熟悉的人 走了一条 我们不太熟悉的 通往以马无私的村子 一条路上 经文说 这条村子距离耶路撒冷25里 也就是11公里左右 也就是7英里左右 所以不算很远 他们后来可以在一天之内来回 都可以做得到的 从下文我们看到 妇女们已经把空坟墓的事情 告诉他们的 但这两个门徒 他们此刻相信了没有 还没相信 他们还处于一种基督受难的阴霾当中 17节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 他们脸上带着丑咏 看到吗 一边走 一边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复活的主 就近他们 他们却认不出来 耶稣就问他们说 你们在谈论什么事情 留意他们的反应 他们整个人停下来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仇庸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让我们看到 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一种绝望感 为什么会绝望 上个礼拜 孙牧师的讲道 他说 复活的背景是什么 还记得吗 复活的背景 是死亡和苦难 是那个是背景 妇女们很伤心 这两个门徒也是很绝望 他们都是在绝望当中 遇见了复活的主 而这种绝望 我们其实很能够明白的 我们能够跟他们共情的 因为这是一种普世的绝望 对我几位朋友们 没有复活的生命 是绝望的 就那么简单 没有复活的生命 是绝望的 任何人 如果他的世界观认为 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 那么绝望 就是在所难免的 海德马要理问答 一开头就告诉我们 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我们都活在罪恶与愁苦当中 因此所有人 所有世人 都在询问一件事情 我如何能够得着安慰 我如何能够脱离今生的愁苦 海德马要理问答第一问 无论是生是死 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这是一个灵魂拷问 给所有人的 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世人以各种的方式 是寻找安慰 我们发现始终都没有办法 解决那种愁苦 他们的方式 充其量是转移注意力 我曾经在纽约的电台 做过节目的主持人 我很记得有一位同事 他有属于他自己的 一个娱乐节目 他有一句宣传语 在广告里面宣传 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 下班之后赶紧来听我的节目 听我的节目 你可以暂时地忘却烦恼 我印象非常深刻 忘却烦恼那几个字 娱乐只是让你暂时地忘却愁苦 但它还在 愁苦依然在那里 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我试一下用一个跟 药理问答稍微不同的一个答案 唯一的安慰 我认为是与复活的主联合 而有复活的生命 其实你看海德巴 药理问答把它总结起来 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 与复活的主联合 有复活的生命 是我们生命唯一的安慰 有一本神学书叫做 复活与救赎 他说我们能够得到一切的救赎恩典 是因为我们与复活的主 联合起来 Union with the resurrected Christ 那是我们唯一的安慰 曾经有一位不幸的作家 他去教堂里面 参加一个复活节的崇拜 在崇拜结束的时候 当时的神父起来宣告说 主复活了 那大家慰众就请应 同样的有反应 慰众包括那一位不幸的作家 也站起来了 他们宣告说 主果然复活了 那位作家当他回忆的时候 他说不幸的他 在他宣告基督复活的那一刻 感觉自己好像被一种 属灵的现实逮住了 他说他的心受到了一种 无以名状的冲击 他不禁去想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 那该多好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 对这个败坏的世界来说 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连不幸的他都同意说 假如耶稣复活了 那是很美好的 但是很可惜 对这个世界流行的看法是 没有复活 没有复活 这个世人在做的事情就是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好像活着是有限的 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是死亡 趁着还有今天赶紧来享乐 任何人如果你看着 没有复活的生命 你都会像这两个门徒一样 脸带愁勇 那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在很多慕道的朋友 慕道的过程当中 复活是一个难关 是吧 要你相信复活是不容易的 又或者说 你已经受洗了 信主一些年月了 在复活的教义上 你还是有所怀疑 你还是觉得说 真的吗 真的有复活吗 我真的可以相信复活吗 有人说 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一种跳跃 跳进了黑暗当中 有人说信心是一种赌博 所以这些人 他们不愿意冒险 不愿意跳进了 可怕的黑暗当中 是不是对你来说 你也有这样的拦阻 觉得说我信主是一种 很不安全的 跳进黑暗当中 是这样子吗 如果今天你去看一位医生 你在网上 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资料 连他是否有医生的执照 你都不确定 但是呢 你毫无根据的 认为他是最好的医生 那是跳进黑暗里面 我同意 但如果你去看了医生 你身边有很多人 都竭力地推荐 而且你从身边的人 那里亲眼地看到 他们的身体都康复得很好 你去Google一下 发现有几千人 给那个医生四点五星的极度好评 是的 你还是需要有一个信心的跳跃 但是你不能说你跳进了黑暗当中 你是从黑暗当中 跳进了光明当中 相信复活的主 或许有信心的跳跃 但绝对不是跳进黑暗当中 因为信心并不是毫无把握的赌博 因为基督的信仰的证据 耶稣复活的证据 实在是太多了 看十九节 十九节 耶稣问那两个门徒 你们在讲什么事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 他们就开始讲 耶稣的讲道带有权柄 耶稣行神迹 耶稣背钉十字架空坟墓 妇女做见证 天使显现等等的事情 都是公开的事实和证据 十八节 他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 在那里所做出的事情吗 所出的事吗 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他们的意思是 就算你不是住在耶路撒冷 就算你只是正好过来做客 你都不可能没听过 关于耶稣的事情 关于耶稣所行的一切事情 证据证人多到一个地步 连耶稣的敌人都不能否定 《使徒行传》26章有一个记载 那已经是耶稣复活之后 大概二十几年的事情了 在那段经文里面 保罗面对犹太的分分王 一个犹太王 就是像现在的分分王一样 叫亚基帕 还有罗马的巡抚 像现在的比拉多一样 那时候那个巡抚叫做菲斯都 在两个当选者面前 辩护耶稣的复活 罗罗就开始讲他的见证 我本来是犹太教当中 最严谨的教派 做了法利塞人 我热心地迫害基督徒 直到我遇见了复活的基督 我从法利塞人变成基督徒 我所讲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宗教 我所讲的不外乎是旧约的众先知和摩西 所要预言的事情 就是耶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等等 当保罗这样子分数的时候 那个罗马的巡抚 菲斯都他大声地说 保罗你疯了 你的学问太大 反而叫你疯狂了 保罗你有哈佛的博士学位 剑桥的博士学位 你太聪明了 但是你现在疯了 你知道保罗怎么回应吗 保罗面对这个罗马巡抚 他说 菲斯都大人 我不是疯狂了 我所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 然后保罗转过来 对着分分王雅基帕 你知道吗 菲斯都大人 连王他都晓得这些事情 连他都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我刚刚所说的一切事情 没有一件是向王隐藏的 因为耶稣的受死复活 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然后他继续说 雅基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他要讲什么 他要讲的是 假如你信先知 你一定会信什么 你一定会信复活 因为复活的事情 是先知所预言的 你信先知吗 你见过这些事情的 你可以信主的 雅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劝我一下 就让我做基督徒吗 就他都开始有点动摇了 因为他知道那些证据是真的 就像我跟一位朋友传福音 我花了几个小时 把福音跟他讲述清楚了 把他的疑问也解答了 他最后还是没能信主 那我问他为什么不能信主呢 他不否定我的解释 他拒绝的原因跟雅基帕差不多 他拒绝的原因说 我接触基督教不是很久 你总不能让我这么快就相信了吧 你稍微一劝我 便叫我做基督徒吗 那个是一个人 当他的理性都想通了 他面对证据 他也明白了之后 最后的防线 他就是不相信 当然我给他的一个回答就是 why not 为什么要等很久 你现在想通了就可以现在信主 why not 他最后还是没有信主 保罗说 雅基帕王你是知道的 你不信不是因为没有证据 这些事情没有一件 是像你隐藏的 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想想看 已经过了几年了 二十多年了 假如基督复活是一个毫无证据的谎言 他能够持续二十五年 还没有人可以反对吗 连敌人都不能反对吗 假如他是一个谎言 早就应该被拆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吧 怎么会反过来信徒每天都大大的增加 没有任何人能够拆穿这个谎言 二十多年来 使徒还在竭力的辩护 犹太宗教那些领袖 还是那么紧张 如果是一个谎言 不经考验的谎言 不需要紧张的 他们找不出反面的证据 将使徒定罪 就像当初他们找不到反面的证据 将耶稣定罪一样 因为他们所传的 没有一件事隐藏的 现在离我们两千多年 我们可能觉得离那些证据很远了 但根据这些记载 我们知道当时 连王连敌人都不能否定那些证据 所以保罗他可以胆敢 在这些当权者面前 竭力的辩护 因为他传讲的是 他亲身的见证 这种子妹朋友们 相信复活的主 并不是跳进黑暗当中 你知道什么才是 跳进黑暗当中吗 我告诉你 不信复活的主 你才是跳进黑暗当中 我告诉你为什么 现在受过教育的人 普遍都认为 人死如灯灭 没有复活是吧 他们相信 人生的起点 是随机的 正好产生了我 产生另一个人也可以 不一定是我 不一定是这样的DNA 这样的DNA 主要是随机的 所以一个人的出生是随机的 一个人的死亡 也是终点 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普遍的人所相信的 人生的终点是死亡 而有趣的是什么呢 在起点和终点之间 现代人竟然出来游行示威 竟然出来追求人权 性别平等 种族平等 爱与和平 你看到这里的荒谬之处吗 哪里荒谬 如果你的出生没有意义 如果你的死亡没有意义 你凭什么认为在出生和死亡之间这段东西 这段的日子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的出生没有意义 你的死亡没有意义 你不相信复活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 你一旦开口讲人权 你一旦开口讲意义 你只不过是将你脑部活动 幻想出来的一些东西 强行地加在随机的事物身上 你看到吗 这个才是赌博 这个才是极大的跳跃 跳进黑暗当中 如果你不相信复活 你也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你相信是人死由灯灭 也是没有证据的东西 但你相信 然而你知道吗 连你的良心都不同意你的信心 连你的良心都在对你呐喊 人生是有意义的 你活着是有原因有目的的 只要你转过来相信创造主复活主 你的出生 你的死亡都有了什么 都有了意义 这种信心跟你的良心 达成了和谐一致 相信复活的主不是跳进黑暗当中 而是从黑暗当中跳进光明当中 那个才是稳固的根基 希望大家可以听懂我在想什么 面对没有复活的生命 是那两个门徒连带愁容的原因 第二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是 复活的主现在干什么 与他们同在 他们却怎么样 认不出他来 发生什么事了 几乎每一处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 显现的记载 那些人都是认不出耶稣来的 摩大拉的玛利亚 以为他是园丁 后来在加利利的海边 门徒也不能马上认出耶稣来 在这里在以马乌斯的路上 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很可能是因为复活的主 他的容貌发生了一些改变 但是在路加这里 他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解释 十六节 他们为什么认不出耶稣来 路加不是归因于耶稣的容貌改变 而是归因于什么 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看到吗 耶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改变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 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你猜你觉得这里讲的眼睛 讲的是肉眼还是属灵的眼睛 当然是属灵的眼睛 路加肯定不是说 这两个人走着走着 突然有老花眼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讲的是属灵的瞎眼 属灵的瞎眼 让他们虽然右眼看着复活的主 却没有办法认出他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 他们认不出耶稣来 属灵的瞎眼 是因为复活的主 看起来太平凡了 太平凡了 如果耶稣现在脸上发光 衣服发光 门徒可能比较容易去猜 这个人是谁 但是耶稣看起来太平凡了 就像路人甲一样 遇到他们 问他们一些问题 我们要知道 耶稣复活 他跟拉撒路复活不一样 不同等级的 拉撒路复活是暂时的 后面还要死 耶稣的复活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创造当中 不同等级的复活 而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你来虚构一个 基督复活的情形 你来写 你来虚构 你会把耶稣复活的情形 写得那么平凡吗 我相信你大概不会这样写 每一个写小说的人 写神话的人都不会这样写的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如果我遇见了复活的主 必定是充满戏剧张力的 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去看那些历史上的伪经 什么叫伪经 假的 假的福音书 彼得福音 多玛福音等等的 在那些假的福音书里面 耶稣的复活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如果你要虚构一个复活的故事 你写作的方向 也会像那些伪经差不多 那是人性 我们想到了复活 但是正统的路加福音 却没有这样记载 这反过来说明 这不太可能是虚构的事情 没有任何理由他要这样写 谁会撰写这么平凡的情节 除非这是那两个门徒真实的经历 复活的主是如此的平凡 以至于那两个人一开始 就排除了他是耶稣的可能 因为他们不是用属灵的眼光 在看事情 他们是用右眼在看事情 弟兄姊妹 这是不是你也会有的一种想法 他们认为伟大的事情 必定是震撼感官的 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你觉得天上传来神的声音 那才是神的话语 然后你将平凡的圣经 丢在一旁不去读它 会不会是你的问题 又或者你是还没有信主的目道友 你听了很多峰回路转的得救见证 你也在等待 有一些奇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说我在等候 等我发生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见证 我就信主了 这也是我有时候对得救见证 有点保留的原因 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信主的经历都是很频繁的 没有那么峰回路转的 那些见证经常会给非信徒 目道友很多错误的期待 我最近有一位好朋友 他要加入一个PC教会 教会的牧师要求他写一份得救见证 他在群里面跟我们去表达说 他说我实在写不出来 我从小就信主了 我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的 你要我找出一个信心的转列点 信主前信主后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我是找不到的 有时候就是那么频繁的 你越是期待有一些令人兴奋的经验 你就越容易像这两个门头那样子 陷入了属灵的瞎眼 连耶稣在你身旁你都看不到 弟兄姊妹 很可能复活的主 已经出现在你的生命 很可能你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事情想要把你拉到主的面前 但是你却认不出他来 那是我们的期待 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看到 这两个门头 他们是如何冲破属灵的盲点 认出耶稣来 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继续说 基督这样受害又禁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然后从摩西众仙之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你看到他们怎么突破 属灵的盲点吗 很平凡的方式 耶稣跟他们干什么 查经啊看到吗 查经而已啊 跟他们查经啊 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二十八节 将近他们所去的那个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要抢留他 为什么抢留他 想听更多 你有试过吗 你有试过 你看到他们不知不觉当中 他们的生命在改变了 他们的属灵胃口打开了 你有试过 当你有听到听明白了之后 亦有未尽 想要听更多吗 这两个门徒真的有福 我非常地羡慕他们 可以参加耶稣基督的一个小型的查经班 非常羡慕 然而三十节 到了作息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剥开 递给他们 由于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在这么一个礼拜天 试经讲道 加上剥饼 看到吗 弟兄姊妹 这不就是一个常规的主日崇拜吗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吗 事情讲道 接上剥饼 他们就认出耶稣来了 人如何改变 基督徒如何改变 不是遇见了一件很重大的 dramatic事情 人如何改变 是在每一个平凡的灵修 读经 主日崇拜当中 那是我们遇见复活的主 最主要的方式 那是我们能够认出他的方式 基督徒 基督喜欢动一些 我们觉得很平常的 但是 好在是 我们人人都能够接触的方式 来改变我们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 他们属灵虾养的原因 这个原因 大概在几个礼拜之前 我们有讲过 还记得吗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门徒们 女人也好 跟从他的百姓也好 他也就是说 原谅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两个门徒 他们的属灵虾养 同样的原因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晓得为自己哭 他们不晓得 我糟糕到一个地步 竟然需要一位无罪的救主 来替我受难 他们不晓得 看看二十节怎么说 二十节 他们说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的 就是他 他在想什么 他们这里所说的 这个属 redeem 并不是我们基督徒 所理解的救赎 而是他们想要 有一位政治领袖 来解放以色列 那是他们在表达的意思 今天我们当然明白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就是救赎 是吧 他被钉十字架 就是我们的救赎 但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他被钉十字架 我们没有了救赎 他被钉十字架 我们没戏了 我们以为他是来解放我们的 以为他是弥赛亚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自己最大的奴役 在哪里 外在的 罗马政府给他们的压迫 那是他们最需要得到拯救的地方 他们觉得 生命中最大的问题是 外在的问题 不明白 完全看不到自己 凄惨的首灵光景 耶稣基督说 在为我哭之前 你要先懂得为你自己哭 你看不到自己有多悲惨 你不懂得为自己哀动 你也不懂得 真正的感谢主而哭 像这两个门徒那样子 不用准备 我们时常以为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外在环境的问题 我们以为外在的困难解决了 我们就得着释放了 从那里看得出 你继续想一想 我们的祷告 时常都是聚焦在 外在的需要 但是耶稣来 祂是要解决罪的捆绑 如果你的罪得到捆绑 你的罪的捆绑 释放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说 尽管你的外在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 你都是自由的 你都是释放喜乐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罪的问题没有改变 尽管你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环境中的问题 你都是充满忧愁 充满苦毒的 你既然为你家人祷告 为你孩子祷告 为他的学业祷告 没问题 但是你又会花时间 为他的得救 祷告 什么是他最大的需要 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 以为自己最需要的是一位 帮助者 而没有看到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一位拯救者 这两个门徒认不出耶稣来 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不出自己的问题 不觉得自己需要有人为我死 你不明白实际下的意义 你就不会想象到 会通过复活耶稣基督来表达 他悦纳耶稣的陷阱 你能看到你自己最大的问题 是里面的问题吗 是里面的罪吗 想想看你的愁苦在哪里 你每天重复犯同样的问题 那些问题破坏你的人生 破坏你的人际关系 所有的罪 所有的不快乐 在某个程度上 都是让你上瘾的 捆绑了你的 你贪恋某样东西 像吸毒一样 那个东西一开始 可能给你兴奋的感觉 但是你后来需要更大的剂量 才能够得到同样的兴奋 如果你得不到 你就会感到煎熬 感到空虚 那就是你人生不快乐的原因 而那样的人生 无论如何都称不上美好 要么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要么其他东西是你的主 而在这个世界当中 只有复活的主是真正爱你的 其他你所敬拜的偶像 都是操控你 压迫你 奴役你 想想看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第一个遇见复活的主 是哪一个人 有人知道吗 谁是第一个遇见复活的主 摩大拉的玛利亚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 摩大拉当然是某个原因 是因为摩大拉的玛利亚 他在空坟墓不愿意走 门头进去看看那个果实布 在那边 然后就走了 就回去了 摩大拉的玛利亚 看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他不愿意走 他停留在那边 他为什么对主 有那么深的一种爱在里面 你熟悉他的话 你应该知道 他曾经被七个鬼附身过 是吧 耶稣基督拯救他 耶稣基督将他释放出来 尽管在空坟墓的早上 他还不明白复活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离不开耶稣这位救主 我是曾经被鬼附的 耶稣曾经拯救我 我知道我离不开救主 我知道假如救主死了 我就没有盼望了 所以从情感上 他离不开空坟墓 为什么 税利 妓女 罪人都很爱耶稣 为什么法利撒人 都不愿意相信耶稣 因为前者很明白 自己的问题在里面 很明白自己是被罪捆绑的 法利撒人也好 这两个门徒也好 或者我们当中 生活还蛮顺利的人 我们经常看不到自己需要救主 我们来教会想要得到帮助 不是要得到拯救 但是请注意 你看不到 不代表你真的不需要 你看不到 不代表你真的是不需要 我觉得 做基督徒来教会 或者人生 最可怕的是什么 一直都处于一种属灵的 瞎眼状态 到死都看不到自己的罪 到死都看不到自己最需要的是救主 而不是帮助者 除非你的眼睛明亮了 你的眼睛明亮了 你就渴慕耶稣 你会因为耶稣救你而欢喜快乐 那么我们的眼睛如何能明亮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是吧 我们如何能够看到自己的本相 答案是我们需要有一面准确的镜子 就神的话语来照出我们的本相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段经文 所以因为他平凡 他够平凡 路加选择了一件平平无期的事情 你可能会因为他的平凡感到失望 没什么好读的 很无聊 你也可以因为他的平凡而感到轻信 为什么你要感到轻信 因为尽管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在父的右边 但门徒的眼睛变明亮的途径 今天我们也拥有了 不该为此而感到高兴吗 我们不是像魔鬼在伊甸园里面所杀的话 他怎么说 他说你要违背神的诫命 偷吃分辨散热树的果汁 你的眼睛就明亮了 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像这两个门徒那样子 通过听神的话 眼睛变明亮 越发的有智慧 你不需要活在两千多年前 你不需要亲眼见过复活的主 来获得信心 你只需要读懂他们所读的同一本圣经 而且我们比他们还多了新约的部分 那两个门徒说 三十二节留意这里 他们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岂不是火热的吗 弟兄姊妹 当圣经被解开 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的心会不火热吗 你平时读经会觉得比较苦闷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你从来没有解开圣经 有没有可能你是流水仗也在读 如果你解开圣经 你需要什么 正确的解经的钥匙 我们之前在线上有一段学习时间 我们在学习什么 试经学还记得吗 你还掌握了多少 如果今天你想一想 你发现讲过了都忘记了 你没有掌握到任何的解经方法 我强烈地建议你回去重新复习 因为你懂不懂地解开圣经 直接地影响你每天的读经和灵命成长 但是感谢主 尽管你忘记了 今天这条钥匙你要抓住 今天耶稣基督 在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留下了一把 非常关键的解经钥匙 在哪里你找到吗 27节 耶稣基督于是从摩西众先知起 看到吗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这一句话告诉我们 旧约圣经有一个中心 你错过任何东西都好 你不要错过那个中心 那个中心是什么 耶稣基督他自己 虽然他来到新约才道成肉身 但原来他早就以应许的方法 存在于旧约 创世纪一开头 我们就看到万物都借着到 耶稣基督而被造的 创世纪第三章 神就应许了有一个女人的后裔 要击碎邪恶的权柄 整本旧约都是围绕着 这个应许而展开的 基督给我们留下的这把钥匙 叫做以基督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 如果你掌握了这把钥匙 当你解开圣经之后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基督 你会看到福音 你会看到你自己的本相 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 如果你每次读经都能够解开 你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这样我想起了 约翰派伯牧师John Piper 他写了一本关于讲道的书 那个书名叫做 解经的大喜乐 解经的大喜乐 你听过他的讲道 你应该会同意 他的讲道是很powerful的 他总是能够让慧众 看到神的荣耀 进入一种敬拜的喜乐当中 他在那本讲道的书 告诉我们秘诀在哪里 他说只要你解开了圣经 你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 一旦你看到神的荣耀 你一定会忧心地发出赞美 诗经讲道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人心里火热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两类人 文士 法利赛人 很懂圣经 但他们没有这一把解经的钥匙 所以同样是旧约 他们读不到旧主 他们读到的是靠行为称义 律法主义 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 只好假冒伪善地 假装自己达到 那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拒绝基督的原因 所以你看到 错误的解经可以是致命的 曾经在小组里面 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们西敏的人 出来讲道 都强调以基督为中心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之后 你看到这不是西敏的发明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钥匙 每个人都要掌握 而掌握了这把解经的钥匙之后 门徒就开窍了 他们也会同意 基督这样受害 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岂不是应当的吗 原来神在救约早就预言了呀 我们信心怎么这么迟钝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平凡的 以马无私的路上 两个门徒认出复活的主的方式 并不是打雷晴天霹雳 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 他们通过解开神的话语 波饼 这些今天我们也拥有的圣道和圣礼 来相信复活的主 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也能相信基督的复活 你能够跟复活的主联合 这个是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 唯有相信复活 能够除掉你脸上的酬油 相信复活 不是跳进了黑暗当中 而是从黑暗当中 跳进了光明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帮助 在我们当中的 目道的朋友 又或者是一些 已经信主了 但是对于复活的交易 还有怀疑 还有不确定的这种姊妹 都求你兼顾 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看到 复活这样事情 并不是没有证据的 而是太多证据了 也让他们看到 不信复活的主 不相信有复活 不相信有创造主 这种没有意义的出生 没有意义的死亡 注定了没有意义的人生 连他们的良心都在反对 帮助他们看到 相信复活 是跳进了光明当中 求你让复活的主 在我们心中做工 让我们每天在读经当中 祷告当中 来教会的敬拜当中 都通过解开经文 而看到主你的荣耀 我们将祷告祈求 奉救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感谢神 是给我们 对于新兴成长的宝贵灵良 让我们用以下的诗歌 来回应祂的教导 我们下一个诗歌的诗歌 我们下一个诗歌的诗歌 是最后的诗歌的诗歌